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看军文学英语 我是Amy 透过军事新闻一起学习英文用语 今天带大家看到澳洲政府最近公布的国防战略总检 指称目前澳洲国防军的结构是旧时代的平衡性编组模式 建议澳洲陆军应将重心转为重点性兵力编组 以具备应对亚太地区威胁改变后的能力 这边我们看到 是兵力编组的意思 在军语词典中目标兵力结构的英文 我们可以说objective force structure 接着看到model在文艺中是模式的意思 这对兄弟决定要更改他们的商业模式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记得按赞 订阅 追踪 开启小铃铛 看君文学英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